大家好,今天中国方面出动了轰-6K战略轰炸机 在东海、黄海方向进行巡航 应对的是美国和韩国的自由之盾联合演习 美国和韩国的演习覆盖面积除了朝鲜门岛以外 还包括毗临水域、黄海和国际水域 美国和韩国的军事人员在训练对抗敌人中 将目标指定中国和朝鲜 所以中国也做了回应 中国今天出动了轰-6K 中国的战略轰炸机在巡航中模拟轰炸首尔 发射制导炸弹打击首尔目标 所以这一次是中国非常明显的 对韩国和美国的演习发出警告 未来几天朝鲜方面也将进行回应 朝鲜很有可能会试射弹道导弹 昨天中国和菲律宾的海警船碰撞结束以后 双方的海警船使用高压水枪互射 菲律宾方面表示有四名船员受轻伤 今天的最新的消息 菲律宾已经召见中国驻飞外交官 抗议中方在南海的侵略行径 菲律宾外交部周二召见了中国驻菲律宾代表团副团长 就中国海上力量拦阻 向仁爱交坐摊的一艘军舰 军人运送补给船制 采取契励行径表达抗议 菲律宾方面表示 菲律宾公务船星期二在向仁爱交进行例行运送补给时 遭中国海上民兵及海警船骚扰拦解 中国海警船向菲律宾公务船发射水炮 击碎了其中一艘补给船驾驶舱的挡风玻璃 导致四名船员受轻伤 中国舰船的鲁莽和非法行为导致了一艘中国船与菲律宾 船舶的碰撞造成菲律宾船只受轻微的结构性损伤 当天菲律宾外交部证实 以召见中国驻马尼拉代表团副团长表达抗议 要求中方船只立即离开仁爱交附近海域 菲律宾方面外交部声明表示 中国干预菲律宾在其自己专属经济区内 例行合法行动是不可接受的 中国在仁爱交的行动侵犯了菲律宾的主权权利和管押权 中国海警局和外交部发布声明 强调菲律宾船只非法侵入中国仁爱交附临海域 所以中方必须采取必要管制措施 菲律宾的军事盟友美国谴责中国在相关海域采取的行动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马利凯卡尔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贴文 美国与菲律宾以及崇尚国际法支持自由开放印太国家站在一起 南海事态升级的同时 澳大利亚和东盟成员国3月4号到6号在墨尔森举行了特别峰会 纪念双方对话50周年 峰会就双边和地区问题发表了宣言 宣言文本指 东盟和澳大利亚承认南海作为和平稳定与繁荣之海的益处 为此东盟和澳大利亚支持全民有效的执行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联合声明称 我们呼吁所有国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危及本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单边行动 我们强调有必要维护 创造一个有利于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谈判的环境 那么此前中国外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南海有关矛盾或分歧是中国和有关当事国之间的事情 任何第三方无权介入 南海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也是非常明确 我们致力于同有关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才妥善处理分歧 那么愿意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同时中方也坚定的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3月4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就南海问题表示 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南海海洋的权益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5号也对南海发生的事情发表了评论 美方正与菲律宾讨论此事 这些行动是中国一系列挑衅行动中最新的一次 再次表明中国无视菲律宾人的安全与国际法 中国阻碍菲律宾船只安全航行 干涉菲律宾合法的海上作业 美国与盟友 日本的首相安田文雄即将访问美国 4月11号将确定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讲 美国前驻日本大使参议员海格提5号发出声明 称这将成为把日美同盟提升到新高度的重要机会 日本共同社报道 共和党籍的海格提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 他与民主党籍的日益参议员广野庆子等人 上个月联名致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促成了 岸田在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的难得机会 海格提在声明中强调 日本是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重要的盟国 并对邀请岸田发表讲话的约翰逊表示感谢 海格提曾在1月底评价岸田访美 应该受到热烈欢迎 这将是已故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15年访美后时隔近9年再次有日本首相 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 日本的官方长官林芳正本月5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这对进一步加深日美两国的密切合作 向世界展示牢固的日美同盟来说 有着重要的意义 另外台湾方向台湾联合报3月5号报道 台空军花联5联队台南1联队新竹2联队 基地近日向临近乡里宣导 宣称为应对时局各联队将执行跨昼夜飞行训练 以强化部队的夜战能力 符合实战化 部队宣称台军战机跨昼夜进行飞行的时间 是晚上23点以后 将影响民众夜间安宁 将请相亲谅解预知时 初期一个月约有一至两次 报道称台空军司令部证实此事 宣称战机跨昼夜飞行是为强化飞行员夜战能力 先其包括IDF、F16V、幻影2000等战机 各行选一个连队实施 未来将逐次扩大到各连队共同实施 昼夜飞行次数将增加 空军司令部还声称 面对多层次战场环境变化与威胁 将持续落实各项飞行训练 那么现在中国国内媒体也报道了 这次菲律宾向仁爱礁运送补给物资的细节 菲律宾海警队的两艘40米长的海警船 叫卡布拉号新丹甘号进入仁爱礁附近 两艘非海警船排水量是700吨 最大的时速是25节 已经是菲律宾海岸警队最先进的海警船 菲律宾以两艘海警船为两翼 掩护5月1号和5月4号的运输船突破拦截线 进入仁爱礁坐滩军舰 这次不仅仅菲律宾海岸警队的成员 还有菲律宾海军进行支持 因此中国也将这次行动成为管制 现场情况逐渐升级 遭到我方拦截以后 菲律宾海警的第4407船突然加大马力 向我方海警船发动冲撞 因为我方海警快速闪避 非海警船只与我海警第2155号发生轻微碰撞 这次明显发现菲律宾出动的是5月4日号 运输船上装有建筑材料进行轮换的士兵 准备运输到破旧登陆艇加固船体 甚至中国发现菲律宾要在附近建立一些小型据点 要登陆 我方在现场的7艘海警船和21艘渔船全面包围 拦截闯入4艘菲律宾船只 根据菲律宾方面的说法 315号上午8点32分 4艘菲律宾的船只进入仁爱郊附近 我方海警第2155号海警舰首先出现进行拦截 菲律宾海岸9队第4407号继续前进 但我方的船还是造成菲律宾船体的表面结构性受损 随后向仁爱郊强突的菲律宾5月4号运输船 又与我方一艘干壳渔船发生碰撞 同时我方第2155号海警艇 第21551号海警艇使用高压水枪 打碎菲律宾5月4号运输船挡风玻璃 菲律宾方面称5月4号运输船内有4名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成员 在中国海警船的拦截下 菲律宾的5月4号运输船只能拉着建筑材料返回巴拉旺岛的港口 9点30分 我方以人道主义原则进行了特殊安排 让菲律宾5月1号运输船为菲律宾登陆艇补给食品和饮用水 记住5月1号运输的是食品 没有建筑材料 就是建筑材料你别想上岛 必要上船 10点54分菲律宾船只离开登陆舰 补给完成 我们的原则是出于人道主义食物和饮用水的预递 但是想要运送建筑材料登陆是不可能的 中国绝对不会允许 所以这一次中国用水枪打击的是水泥运输建筑材料的这艘5月4号运输舰 菲律宾使用了从加拿大进口的新型设备船只信号隐藏系统 在海上发射虚拟假的船只信息 以逃避我方拦截 但是今天早上6点 我方就在仁爱礁集结了28艘船 菲律宾非常震惊 加拿大最先进的信号屏蔽系统 信号隐藏系统 还是被中国方面拦截 也是说明中国在仁爱礁附近 动用的是卫星海面甚至海下的力量进行全方位监控 任何的菲律宾的船只别想进入仁爱礁 你可以看到中国在南海这种能力 那如果换成是其他国家的军舰 中国的这种监控能力 其实就像美国像加拿大像这些海洋卫养国家 展示了中国海上的封锁能力 就是南海我是可以封锁的 那现在菲律宾呢 主要呢是向登陆舰运送建筑材料 加固船体 因为一旦呢这个登陆艇解体的话 菲律宾将没有任何的机会 介入到仁爱礁附近海域 就没有机会和中国进行摩擦了 那现在呢加固的材料呢 实际上可以看到 菲律宾运送的材料 其实呢是非常有限的 而且菲律宾现在呢准备要弃船了 从开始在这个登陆艇外围 建设一些小型的临时部署点 也就是开始登陆 要建一些脚手架 在登陆艇外面建立兵营 也说明菲律宾对这艘船的整体结构 我觉得是并不满意 很有可能会随时这艘登陆艇会解体 30年了 在南海那种恶劣环境下 这艘登陆艇没有进行过任何的威修 很多地方呢都秀石 所以一旦这个登陆艇解体 特别是整体坍塌的话 大家可以想象里边那些士兵 那很难有生还的机会 所以他要把这些士兵转移到哪 转移到陆地上 建一些小的这个临时部署点 也说明什么 菲律宾非常着急 就这个一旦啊 这个非常沉重的登陆艇 一旦结构失衡 突然垮塌 整艘船将不可能再适于菲律宾方面驻扎 那菲律宾在南海将没有落脚点 就像黄云岛一样 中国给它一围 加上电网电磁信号也屏蔽 你挖人 你潜艇什么都进不来 那菲律宾是没有这个海军能力的 虽然美国能够给它提供援助 但是美国和菲律宾 在南海面上更多是希望的 菲律宾给美国当工具 菲律宾现在呢再次闯入仁爱礁啊 就是想把建筑材料运送到 破旧的这个军舰上 用新的钢板 这次运输的主要是水泥还有钢板啊 对整个船体型加固 重新进行焊击 那现在菲律宾的想法呢 是在运输舰的啊 是在这个坐滩的军舰的底部 全部浇住水泥 把这个底部用水泥浇住以后 它就不会漏 就防止这个军舰啊 时间长了出现袖石出现空洞 然后水海水灌入 那么整个军舰未来也很难再进行 大修也很难再进行 整体的加固 所以要先把底部打上水泥 让它在海面以下能够有一个基座 就把这个菲律宾的这艘登陆艇 变成一个海上的一个基地平台 再从它延伸出去建立一个什么 建立一个平台来供人居住 就防止这个菲律宾的军舰 最后出现什么 出现坍塌或沉没 那现在来看 日本也在帮助菲律宾建造两艘44米的海警船 而且将配备两艇大口径机枪 所以中国未来的海警船 也将配备武器 而且中国的海警船未来可能会配备导弹 整个南海的局势是升级的 菲律宾的行动 也是美国整个亚太行动的一部分 3月份以来 美韩已经进行了48次军事演习 日本在冲绳部署了4个爱护者发射系统 美非大国门军事演习也将在4月份展开 中国是出动了无真7 无人机在南海进行例行巡逻 无人7的重量达到3吨 最大的飞行航程达到3000公里 最大飞行高度是15000米 可以执行高风险环境下 对重要目标实时渗透抵近侦察的能力 而且中国方面在南海除了海上空中部署以外 海下还有潜艇部署 美国现在派出侦察船也在抵近三亚 抵近海南方向进行侦察 特别是美国航空母舰 航母进入南海 其实航母下面就带着小鱼 什么就是潜艇 美国的航母一旦进入南海 你记住啊 航母下面一定有潜艇 潜艇跟着航母航母舰队 在空中在海上给它掩护 所以潜艇到了南海以后 它会去执行一些秘密任务 特别是靠近三亚附近 它会进行抵近侦察 也会侦察中国的潜艇的部署 所以可以说现在南海是非常动大 再说回现在韩国 韩国和美国的这个联合军事演习 也是在刺激朝鲜和俄罗斯 另外朝鲜现在呢 它援助俄罗斯的这个KR3KR5导弹啊 实际上呢 昨天已经击毁了 在乌克兰部署的这个爱国者系统 还有这个海马斯 那么现在来看呢 那过去在冲绳在日本基地的这些美军 遭到朝鲜导弹的打击 朝鲜未来导弹实力 会能够打击驻日驻韩美军基地 所以美日韩三方 未来在朝鲜半岛也会加强合作 甚至对朝鲜要进行更多的挑选 而且美国其实非常明确 把中国也设想成这个假想敌 包括韩国打击山东半岛目标 记住啊 山东半岛有很多解放军目标 韩国和美军的演习 一直是模拟打击山东 那么现在你可以看 中国在山东半岛 包括在黄海渤海的演习 战略轰炸机 轰6K进行模拟打击 就是打击你收尔 别的地方我不打 韩国别的地方没有必要打 就打击收尔 直接巡航导弹摧毁收尔的重要目标 包括韩国的指挥中心 那么你模拟打击我山东 我中国也要模拟打击韩国收尔 而朝鲜未来和俄罗斯的合作 包括中国和俄罗斯 未来军事上的合作也会扩大 所以现在整个东北亚 你可以看到就类似于在欧洲 形成了北约和俄罗斯对抗 包括俄罗斯和伊朗的合作 在中东来对抗美国 现在在东北亚 美国现在联合着自己这些盟友 也在对南海 在对中国的一些岛礁进行围堵 但是美国现在并不希望 在台海方向和中国直接开战 因为台海一旦摊牌的话 那么中国是绝对不会让步的 因为台湾方向是中国的底线 所以美国现在选择在哪 在南海和中国发生摩擦 来用南海来向中国施压 不会选择台海 但是现在我觉得中国未来 要打台湾这张牌 而且打台湾这张牌 可以有效的划解南海的危机 就是你要在南海和我进行摩擦 你不选择台海 那我中国就主动选择台海 特别是在金门 你在南海摩擦我 我就在金门 我就围堵金门 封锁金门 我让你美国看看 为什么 美国现在他有一个忌惮 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他不希望和中国搞坏关系 因为习近平手里面掌握着 拜登家族腐败的这些丑闻 一旦跟中国搞坏关系的话 川普一定获胜 所以美国现在不敢在台海 挑衅中国的底线 他要在南海对中国施压 一定要给中国压力 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中国反其道而行之 就在台海 就在金门马祖这个方向 给他压力 美国他是不敢动的 因为他知道一旦动台海 会迫害和中国现在这种平衡 那么实际上在台海 中国给美国的压力 美国在菲律宾方向 也会警告菲律宾 我觉得实际上 菲律宾对中国的挑衅 背后就是美国 还有日本 所有都是美国在操作 那么这样中国 就在美国的痛处 在台湾方向 在金门方向 对美国施压 而且未来我觉得 中国的弹道导弹 也可以在台海方向 进行新的试射 把整个局势炒热 那么美国在南海 他现在很多行动 就会受到限制 因为他现在也不希望 真的解放军无头 你可以看这是非常微妙的关系 就各方都要给对方压力 但是又不希望真打 所以中国要抓住这一点 在金门 在马祖 我觉得中国应该 有更多的行动 甚至要收复金门 马祖 把蓬库也收回来 这样的话 实际上美国 他在大选之前 他就很难对中国 进行有效的限制 而且他打南海这张牌 也就无效了 你想在南海限制我 那我就收台湾 所以可以看 美国现在在整个的东北 沿第一岛链 美国其实是部署上出现了偏差 就是现在从朝鲜半岛 到台海 东海 一直到南海 中国可以选择各个点突破 而美国是从不同方向来应对中国 就很难寻找一个主攻方向 也就是说中国寻找一个突破点 就可以突破它整个第一岛链 这是美国这个岛链 其实无法封走中国的原因 它这个岛链上 这个环节太多 一旦有一个环节被中国突破 那整个岛链就作废了 所以我一直在讲 在整个第一岛链 中国实际上 现在和美国 可以玩这种猫鼠游戏 就是你在南海对我施压 我就在金门 在台湾方向 我向你施压 你把注意力不集中在南海吗 那我就北上 我在台海 你把注意力转移至台海 朝鲜半岛 那我在南海 我军事化 那这样的话 美国实际上的 它的整个的南海的部署 包括在欧洲 在中东方向 它又深陷泥潭 它就很难和中国 俄罗斯 朝鲜 也包括伊朗 进行周旋 美国想要碎片化欧亚大陆 就非常困难 美国现在所有的目标 就是要碎片化欧亚大陆 围堵中国 还有俄罗斯 最好能把你治解 每天现在美国想 怎么中国不会有一个纳瓦尔尼 把中国是不是也碎片化 撕裂中国 再搞一个八九天安门事件 就把中国再碎片化撕裂 天天上级抗议 也不再发展经济了 大家要互相斗 中国就完蛋了 美国就永远可以碎片化中国 然后让一帮亲美的人上台 天天舔美国PM 这多高兴啊 美国人 天天就用美国的苹果手机 苹果手机舔 天天舔那个苹果手机 把那个苹果手机都舔脱了毛 你看那苹果的骨架 你看看 你看看苹果的销量 美国现在做梦都希望 中国怎么还不崩溃 就希望一帮说着中国话的 吃着中餐的一帮中国人 帮着美国把中国碎片化 太可恶了 但中国人也不傻 我觉得所有看我节目 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美国想做什么 咱们只要稳 这几年平稳的发展下去 5% 5% 5% 美国就心惊胆缠 他不知道自己未来是什么样 一旦失去这个世界经济大国 第一的GPD 留给美国时间就不多了 财富要逐渐转移了 所以美国现在是非常难受的 而且美国国内危机其实比中国要多 美国任何一个危机解决不了 美国都直接解体崩溃 中国可以做世界第二 做世界第二 是吧 中国可以发展的很好 美国能做世界第二吗 美国做过世界第二吗 他做世界第二 到现在来看 美国过去做的所有的孽 都有英国报应的 哪个国家能饶了美国 就今天美国对中国进行的 一百多项制裁 反过来 你以为中国会饶了美国吗 你对我进行一百多项制裁 限制我 打压我 分裂我 碎片化我 让我饶了你 我还给你美国好 天天给你援助 可能吗 你奔详也不可能啊 所以美国现在最担心的 他在欧亚大陆犯下所有的孽 最后都会发生在美国自己身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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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